全國模擬考考完了 你知道看我影片的人都有答對一題嗎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師 全國模擬考已經考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吧 當然如果你手邊有題目有答案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知道很多學老師是不會去講說 全國模擬考哪一題你有問題啊 我們來提提看 他跟你說你自己看解答 如果你看不懂的話 你可以來問我 那也許我的解法跟解答是一樣的 那你解答看不懂我來解釋給你聽 或者是我會有別的想法 或是我有更好的方法 我會再提供給你聽 OK 好你們可以在下方留言哦 那看一下這一題 假設G為三角形ABC的重心 關鍵在於這句話 他說A倍的AM向量會等於B倍的AB向量 再加上C倍的AC向量 簡單來講 我把一個向量分成兩個向量的線性組合 他會問你當當當當當當 下面五個選項哪些是對的 各位同學 我跟你講 你碰到這種題目的時候 你要有一個簡單的思考 什麼思考 就是12345對你來講是五個數學題 如果前面的題目跟後面的題目沒有連貫性 我要等於五個數學題 所以選那個選甜題單選題 多雄選擇題多種選擇題一定是最後在寫 你不要一開始就寫那個多種選擇題 那五題真的很浪費時間 那好幾題很浪費時間哦 好那那我們怎麼做呢 來這一題我的解法跟解答的不太一樣 我這邊要利用的是所謂的斜角坐標系 斜角坐標系 何謂斜角坐標系 我們在處理這一種向量的線性組合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圖形看成是一個坐標系 此時線性組合就是斜角坐標系裡面的坐標 來怎麼說呢 我舉個例子 來看好了 如果今天我講直角坐標系的例子 好哦 這裡我們叫做OA向量 來這裡我們叫OB向量 來回答我什麼叫EE E是不是在這裡 對啊這個叫EE 我們可以視為一個OA加一個OB 跑到這裡 因為它的起點是原點 所以終點坐標 我們視為位置向量 來所以這個時候 你是可以把這個向量寫出來了 OP向量叫做一個OA 再加上幾個OB 再加上一個OB 對不對 來那我問你什麼叫做2E 兩個OA 再加幾個OB 一個OB 所以兩個OA加一個OB 是不是跑到這裡來 這個時候這個向量 它就是兩個OA向量加一個OB向量 所以你有發現 這一些點坐標 實際上就是我們向量的線性組合 好老師那我該怎麼做 來各位同學 各位同學 來我幫你一個忙 來首先我們先把A丟過去 這個時候的AM向量 會等於A分之V倍的 來這個叫做AB向量 再加上A分之C倍的 來這個叫做AC向量 我不知道你們學老師是怎麼教你們的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習慣 記住要講斜角坐標系 請你看這一邊這一塊 請你看這一邊這一塊 OK 大家都是以A為起點 這個時候的A臉坐標 我們就假設00 這個你就把它當成是A格斯坐標 跟B有關 所以B臉坐標叫做10 這個你當成Y坐標 所以C臉坐標叫做01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整個三角形做一個坐標的假設動作 OK 來所以我來幫你畫一下 我來幫你畫一下 我簡單幫你畫一下 我這要畫大一點 因為很多題目都要用到這一題 那我們習慣你的方式 所以我把這三角形 推倒 所以來這裡是A 這裡是B 這裡是C 所以A臉坐標叫做00 其實就是0個AB向量加0個AC向量的意思 來B臉坐標叫做10 一個AB加0個AC C臉坐標叫做01 OK 那我們是重心 我來描一下 OK 然後我再把它的順序調進去 這裡是第一區 這裡是第二區 這裡是第三區 這裡是第四區 這裡是第五區 這裡是第六區 好 來 現在我們重新假設完了 OK 所以AB向量在哪裡 AB向量在這裡 AC向量在哪裡 AC向量在這裡 好 我們現在走向量的線圖組合 你看一下第一個選項 A等於B加C 則BnC三點貢獻 還有老師 BnCm在哪裡 我先講一下這個G點 BnC三點貢獻 各位同學 其實第一個選項 其實不太需要 假設坐標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標準的貢獻理論 這個就是標準的貢獻理論 貢獻理論是什麼 貢獻理論不是 係數核為一 不是線性組合的核為一 不是喔 是左邊的係數核 只要今天等於 右邊的係數核 對不對 我們就稱作三點貢獻 來 如果說要用這個概念來去講的話 怎麼看呢 來我示範一下給你看 你告訴我 這一點是10 這一點是01 請問這一條 你就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直角座標系 請問這一條直線的方程是什麼 上面的X座標跟Y座標都是誰 相加會是多少 相加會是1 對不對 那相加會是1的情況下 到底誰是X 你看一下這裡 X叫做A分之B Y呢 Y叫做A分之C 它是不是等於1 那影像結果 B加C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A 欸老師 這個不是第一題的答案嗎 對啊 你這樣滿足B加C會等於A的時候 你N一定會在上面有移 一直跑來跑去 當然這一題告訴你 ABC都是正數 所以它應該只會在這一個範圍內 應該只會在這個範圍內 它不會跑到這裡來 也不會跑到上面來 OK 這是第一個 來我們再來看一下第二個選項 所以第一個選項先幫它打勾 它是對的 打勾 它是對的 來第二個選項 呃 老師 這什麼東西啊 來第一個選項寫在這裡 第一個選項我先把它註明一下 在這裡 來第二個選項 A等於3B等於3C 來我們兩個東西 來A等於什麼 3B A等於什麼 3C 來看好我要A分之B 所以A拿過來 3拿過來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 這個叫做A分之B等於多少 等於3分之1 來A等於3C 所以換句話說 A分之1C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3分之1 A分之B是X座標 A分之C是Y座標 然後各位同學我現在給你3點 要你求G點座標 你會不會求 會3個相加除以3 3個相加除以3 所以G點座標叫做3分之1 什麼叫3分之1 所謂的3分之1 3分之1 座標代表線性組合 代表它是3分之1倍的AB向量 3分之1倍的AC向量 所以第二個選項叮咚瞬間得分 啊好簡單 對啊 打勾打勾打勾 第三個 哇 來來來來 你看你看 朋友同學就 喔老師這麼簡單我會的 對啊 題目不知道要寫那麼難 不知道要寫什麼東西 來2A會等於3B 再來 2A會等於誰 12C 所以我們知道 來A分之B會等於多少 3分之2 它是X座標 所以我們知道 A分之C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6分之1 它是Y座標 嗯嗯嗯 它說 則M為BG終點 啊B底多為B底加啦 G底多為G底加啦 啊它的終點座標在哪兒 在這兒啊 來 這兒的座標怎麼求 這個叫做兩個相加除以2 1加3分之1是不是3分之4 3分之4除以2叫做3分之2 0加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2多少 是不是6分之1 啊娘喂 你會發現又一樣 瞬間又得分 沒錯 第三個選項又得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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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來第四個選項 A比B比C比N 7比4比1 則M在第一向線 就是不是這樣第一向線 第一個區塊 這個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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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問你喔 這個東西我要怎麼假設 沒有關係 你第四個馬上給他生出來 各位同學 你就把A B C 7 4 1帶進去 所以Y的X 座標會等於多少 A分之B嘛 那是不是7分之4 這個時候的Y座標多少 7分之1 請問一下滿足7分之4 7分之1 會不會在第一個區塊內 會不會在第一個區塊內 我可以告訴你答案 絕對不會 好老師 我需不需要把第一個區塊 這一個條件把它寫出來 No 完全不需要 你自己看一下這個7分之4 欸小朋友問你啊 這一點座標多少 這點座標叫做2分之1零耶 也就是1分之1個AB項量耶 你7分之4的東西 你跑到這裡來啦 對不對 你7分之4比1分之1還大 你怎麼可能會在這個區塊內 對不對 你怎麼可能會在這個區塊內 這個是不可能發生的 所以這個選項 直接就判定它是不對的 直接就判定它是不對的 所以第四個選項肯定錯 OK 把它劃掉 來第五個B加C會等於3分之2A 來第五個我們來試試看喔 來B加C會等於3分之2A 所有兩邊同時除以A 這個叫做A分之B 再加上A分之C 它會小於3分之2 你是不是怕自己看不懂 沒關係 AX加Y會小於3分之2 AX加Y會小於3分之2 OK 老師AX加Y會小於3分之2 這在哪裡啊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喔 AX加Y小於3分之2 所以當Y等於0的時候 AX是3分之2 我把它劃在這裡 這個叫做3分之20 當AX等於0的時候 Y也是3分之2 所以3分之2 0 3分之2在這裡 可以喔 兩點可以幹嘛 兩點可以定直線 所以我把這個直線畫起來 這一條直線 這一條直線 告訴我什麼事情 告訴我 在上面的每一個點 都滿足AX加Y等於3分之2 所以我把它寫在這裡 AX加Y會等於3分之2在這裡 各位同學 那我現在要的是小於耶 小於是哪一塊 小於是這一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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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二元之不等式嘛 直線畫出來嘛 正AX小於在左邊嘛 我就是在這一區啊 對啊 他現在告訴你 如果滿足這個條件 我會在1合理 2合理 4不對 因為這一區沒有放到 6更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正確答案 他應該會在這一區裡面 OK 所以這一題 它就是這樣子 你是否可以稍微抓到分數 訂閱我先把它打叉叉齁 好 你有沒有發現我這樣寫 就比你解答上面還要快很多 你也沒有什麼任何不懂的問題 你都可以拿來問我 當然有的時候 我可能手邊沒有考卷的話 我可能需要你把考卷給我 好 那我們下面有我們的IG 資訊欄下面有我的IG 對不對 有我的臉書粉絲團 還有你想要問問題的話 都可以到我們的臉書解題社團 都可以喔 OK 喜歡這支影片 幫我按讚 留言 訂閱 分享給你所有需要的同學 我們110年的學測考前拆題 我會在12月份的時候準時上片 希望各位同學記得開啟小鈴鐺 你就不會遺漏掉任何通知囉 我們下一次再見吧 拜拜